再来关心国际上传出的最新消息是一架乌克兰的货机坠毁在希腊北部的卡瓦拉附近 机上八个人目前生死未普 从失事的现场已经拉起的封锁线来看 警方跟相关人员都已经抵达来进行搜证了 人人都戴着口罩以及防护面具 希腊的国营电视台报道 这架坠毁的安托诺夫AN12型的货机 原定要从塞尔维亚准备飞往约旦 不过途中疑似发现了引擎故障 紧急要求迫降 根据募集民众还有网路流传的影片来显示 飞机在迫降前就已经起火燃烧 随后撞击地面传出了爆炸声响 因为机上还在有危险的毒气 警方也要求现场人员要戴上口罩 目前依旧在调查失事的真正原因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